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大家都很悲伤 大家很担心 你看看 大家很恐慌 台子旗开盘不是开跌停吗 在前一天 收最高 我怎么跟各位讲 这个大盘还是区间整理 你也不用高兴 他还不见得马上要过10545 礼拜三留了一个开高走高收最高 留了这么大的一个多方缺口 每个都讲这个要过高了 只有我跟各位讲 区间操作 悬骨为上 昨天 一个打下来 当然昨天跟台子旗找盘 莫名其妙被打到跌停板 可能有点关联 我们不去讨论这个 我们要讨论是能够让你赚钱的 那昨天打下来 这个多方缺口被封闭之后 今天是不是又给你上来 他是不是还是区间 今天收周线 那你看大盘 是不是还是收到这个位置点 他是不是还是区间 有给你破掉吗 也没有 有上去吗 也没有 那就是选股 所以这个盘 基本上指数就被大盘 就被外资所控制了 让外资予取予求 有一点点sense的投资朋友 都应该知道一点 叫做选股不选市 你们不是外资 我不是外资 我们没有发现外资 还可以期货现货选择权 还可以借券 还可以用电脑程式交易 去做锁码的动作 去做锁单的动作 去做套利的动作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选好股票 逢地进场布局 这个大家都知道 来观众朋友 这股票 你看做对做说差多少 中美金之前都不涨 有没有看见 而且刚刚除这个 强制回补完之后 不涨 就大家看它不涨 一涨上来 看它不顺眼 一根两根三根 三根红黑上去 这个卷子笔马上嘎上去 先嘎个空 我讲做对做错差很多 一样是股票 奇怪这上涨 就是有人看不顺眼去空它 这个融卷就上来了 这嘎空 对不对 那昨天涨上去 大家都很开心 赶快追 赶快追 为什么 一根两根三根 对不对 做多的散户在这里 就不请自来了 那做空就被嘎在这里 那来到这个位置点 空多 基本上来讲 大概都没有讨到 什么太大便宜 如果你空在这里 你到这里还是赔钱 如果你买在这里 你这边也没赚什么钱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牌有多难做 指数五四八三 我跟各位讲 你看 有没有 过高给你压回 过高给你压回 为什么 因为现在 当冲的 这个 正交税 减半 大家拼命冲 现股可以当冲 每个都要做这么短 看一看过高 你看这个盘 这个中美金 是不是有过高点 68块4 有没有过 有啊 大家拼命去追 一开盘就追 9点15分 就去追中美金 结果发现不对 对不对 慢慢这样 慢慢下来 你这边买到 这边冲掉 赔一点点 无所谓 每天这样赔 受得了吗 那我问各位 你中美金这边 为什么不买 合金也是一样啊 在这里 我告诉你 整理会过高 有没有 那现在重点在这里 你注意看 我现在教大家一点 你把他对上来 你看 这是大盘10545的位置 你把他对上来 这一天 这一天是大盘10545 也就是说 合金在大盘 还在盘整的时候 他已经慢慢的 一个趋势成型了 他的多方架构 已经出现了 如果这不叫多 什么叫多 可是合金 我跟各位讲 加高拐 为什么 你看他利多去买 他就给你 为什么 当冲 你在底部布局 你根本不用担心 你今天一去追 是不是也是一样 这不是跟中美金一样吗 对不对 过高压回 合金过高压回 我请问各位 那 这要怎么讲 美绿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为什么不买在这里 你不买 我买 你不会做 我来做 很多人看美绿不动 你看 大盘10545 6月27号 大盘在这里 大盘约张这个位置 美绿呢 他也没有涨 我不买这里 不买这里 我就买在7月18 我就买在7月18 7月19就涨停 哪一个分析师敢这样 跟各位这样讲 美绿大家都知道 2439美绿 大家都知道 你要做短线 你说 是不是买这里 最爽 你说老师 这边也可以 好啦 不要跟我讲当冲 不要跟我讲当冲 我就跟你讲 起码我们要有一点 投资的观念 你当冲跟赌博一样 不是吗 一翻两瞪眼 今天下去买 涨了 你出掉 不涨 你赔了 还是出掉 那不是赌博 那是什么 没有人股票这样子玩的 那你说短线 我们压缩到最短线 我今天买 明天买 可以吧 你起码你要流畅一天 对不对 7月18买 7月19就涨停 亲爱观众朋友 来 昨天买进的美绿 2439强攻涨停 买什么时候 昨天买进美绿 今天攻涨停 两天 726再攻涨停 有没有 你等到涨上去 你注意看 是不是呈现嘎空 是不是大盘 在10545 他已经先领先了 已经领先突破 大盘10545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现在重点来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 未来你要做的是怎么样 新的主流 8月份新主流 怎么找8月份新主流 交给我 当然我可以透露一点点 告诉各位 很多讲不完 我说你去对照大盘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股票 要逆势上去 请你想一想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你们不能买美绿 我可以买 我不是买美绿而已 我买在这一天 7月18 7月19涨停 我不敢讲说 我真的在市场上最厉害 起码我告诉各位一点 有做有机会 有做有机会 那你回到美绿 我们来看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美绿 他现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你看 这张整理多久 两根涨停之后 就是盘整多久多久 我就问各位一点就好 这段期间 前面还有人讲美绿 到后面都没有人讲美绿 对不对 因为不涨 分析师就懒得分析了 你的老师就不会分析了 我说我不仅跟你讲 我还买在这一天 我还买在这一天 这一天涨停板 你注意看 有没有 我买了这一天 7月18 7月19涨停 现在上来 涨停板 涨停板上来 大家又在分析美绿 它又不涨了 那现在重点来 美绿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 但问题是怎么买 怎么买 你是不是要跟这种 你要跟那种 追在这里的 然后这个地方 开始不知道跟你 不知所云的 还是跟你买在这里 隔天涨停板 你要怎么做 我就问各位就好 好 那现在重点 我再回到重点 我们稍微透露一点点 我没有时间了 各位时间也很宝贵 你看美绿 5月到7月 这个这样子的盘整 你再对照大盘 我只讲一次而已 我只讲一次 你看 大盘从这里 6月份 6月27号建1054 到现在还没有过 2439美绿 从这里开始 咚咚咚上去 那你就知道了 8月份有很多标股要出来 我再举一个例子 同志当时7月25号 有没有看见 大盘 6月27 6月27建高点 在这里 大盘6月27 10545位置 建高点位置 来 同志是不是从这边这样上去 是不是领先越过 大盘10545的高点位置 来 我会这样讲 7月25我讲 它是长线低机器 短线强势 我说它 这地方出量 套牢区在这个地方这么远 有没有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 对不对 它是不是领先越过大盘 10545的位置 有没有 汽车电子 有一些股票可以留意 汽车相关的 待会我会举个例子 待会我会举个例子 来 不如要看这一档好了 来 好 你看 你看 华清科 这个是大盘10545的位置 有没有看见 你再对照一下 来 你看当时的美率 是不是大盘在10545的时候 它都没有涨 你对照来看这档华清科 当大盘6月27号在10545的时候 华清科有没有涨 连起到一刻也没 然后呢 这一档整理这么久 然后外资开始买 他一直买 一直买 大买 也没有大涨 还小幅压回 对不对 很简单 那这个地方 跟美率是不是很像 是不是第一根大量藏红 是不是突破 率先突破10545高点 是不是涨停板 我说如果要赚钱 真的不难 可是自己 找不到方法 找不到窍门 怎么做都赚不到的 到最后 手中一大堆的股票 大有人在 可是你做对了 怎么会难做呢 一个对的逻辑 我刚才花这么多时间跟各位讲美率 美率大家都知道 我能够买在这里 7月18 19掌停板 我现在跟你讲 我就复制 所以一切都来得及 礼拜一 这个大盘 也是一样 它还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唯一不同的是 新的主流 8月份的新主流 甚至于 9月 能够让你标的股票 我都准备好了 全部都在这168 标股班当中 我们一起 标到年底 你的逻辑对 你就会赚钱 把握时间 把握机会 广告当中的电话把握 我说 我很少会提供 这么大的 favor 给我的观众朋友 你把电话拨通 168 标五班 跟着做 标到年底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刚才讲到一点 就是利用大盘来对照 来去找标股 那当然还有 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只是举一个 其中的一个原则而已 那另外就是半年报 半年报的效应 未来也是相当强烈的 你看这原相 你看怎么涨的 去年赚1.2 公布上半年报之后 赚2.13 几乎是去年的 接近 两倍 对不对 相当可怕 那股票怎么涨的 来 重点一样 大盘10545在这里 对不对 现在还是区间整理 它就是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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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一个就上去了 那跟这个3019哑光 不是一样吗 棒一个上去了 原相棒一个上去了 还有没有 还会很多 不要预设立场 很多人说大力光 涨到五千多块钱 大力光一千多块钱 如果 假设 有人能够早知道 能够预知未来 我相信没有人 闲大力光一千多块是贵的 那现在涨到五千多块 大家 酸民一大堆 五千多块太贵 一张股票可以买一间透天处 但问题是 人家从一千多涨到五千多块钱 对不对 凡是没有早知道 你做就对了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 我跟各位讲 看对不敢做 看错一直做 我讲有没有道理 我讲有没有道理 你自己想一想 这个资源 也是一样 上半年公布 2.73 哇 是去年两倍啊 去年的两倍啊 那我请问各位 不是也是 这是大盘1055的位置 它是不是也是整理整理 突破也是上去 啊 啊 咬这支美丽不是同样 你给它看一下 这大盘1055 它是不是这样 扑扑扑扑这样上去 啊 这不是同样 是不是都没起到 是不是就这样上去 啊 亚光原相不是这样子 没有做到 老师好可惜哦 我没有做到原相 我没有做到亚光 我没有做到这个 这个 这个资源 有什么关系 还有啊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 电动车的部分了 电动车部分 来 这张美其码 磷酸离铁电池当中 哎 哎 你要注意哦 那当然 美其码本身啊 它所做的 它 所谓的正极材料 菇啊 猛啊 捏啊 那当然这些材料 它会经过一些制成之后 到最后才能做出一个电池 可是当电动车的电池 开始在大量 电动车大量在生产 成为主流的时候 那势必电动车电池 它一定需要 那电动车的电池需要 那相关的材料 它也一定需要 你这时候新的厂商再切入 就太晚了 也就是说 这些有的时候可能变成什么样 寡占市场 它电动车正极材料 出货给住友 跟松下配合 以及护田 那护田呢 是跟丰田配合的 它同时Tesla 跟丰田电动车的供应链 投信 开始 进入到七月底之后 大幅度买超 全新标的 对投信而言 流氧营收 創下新高 是不是 也是没涨没涨没涨 这样也开始动 为什么今天工厂停 难吗 一点都不难 一点都不难 怎么会难 怎么会难 机会很多 那你看像这个长元科就好 来 它所做的是高效能的 LFPO电动车的电池 这档股票是台数集团旗下的 我认为它是下一档的标股 它也是一样 领先突破大盘 大盘1055的位置的时候 长元科在这里 它也是震荡整理 整理震荡 那外资持续买超之后 开始慢慢垫高 慢慢垫高 领先大盘 突破1055的高点位置 大盘还没过1055 它已经先拉出来 这个就是未来主流 它就是主流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没有涨停 没有 没有 今天没有涨停 甚至它是长线低档区 有没有看见 它是不是长线低档区 可是这两个月 从六月份开始 六月初开始 到七月份 它已经领先突破大盘 在1055的位置的时候 已经这样上来 它的趋势已经成型 它是短线的强势股票 也是长线低机器的股票 而且没有信用交易 对不对 那当然大家 我想 这个部分 你也不用接受 做追加动作了 不用做追加动作 因为我还有好的给你 我还有好的给你 来你注意看 太紧 一样这个逻辑 你不要管 这个是生计股 电子股 传产股 不要管这么多 我现在教各位 大盘在1055位置 都还没有过的时候 太紧 它是个地方整理 震荡整理 有没有 它是不是长线低档 来4157 哪一个人敢讲 它不是长线低档 哪一个人敢讲 它不是长线低档 它这个趋势是不是出来了 你看得很清楚 它这个趋势是不是出来了 是不是出来了 这个大弹区也突破了 有没有 你知道它六月盈收爆冲吗 第二个 你知道它是唯一取得 中国CFDA药证 跟生产许可的 在这两年来 它的西干新药 已经取得了中国厂商 2000万美元的座驾 入账 它是以股 做 用它的销售的权力 去换中国大陆的合作的股权 那这个股权到现在 它再转成2000万美金的权力进入账 所以太紧KY4157 它Q2 EPS单季赚1.36元 大盘在1054的位置 没有信用交易 会不会标 我不知道 今天也没有涨停板 我只是告诉大家 你一定买得起20几块的股票 那这档股票 我告诉你 8月神秘标股 更便宜 一字头 法人天天买钞 一字头 10块钱的股票 涨到20块 还是低价股 可是呢 10块涨到20块 涨一倍 你一定买得起 你也一定买得到 有量 有价 8月全新主流 神秘标股 法人天天买 你不知道 领先突破大盘1055的位置 我甚至在今天 把一档股票 全部获利卖出 重压这档股票 它没有 它今天没有大涨 这档股票今天没有大涨 就像美丽我跟你讲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地方领先过 是不是就嘎空 对不对 短线上面 是不是华金科 今天告诉你 突破1055的位置 股票难做吗 怎么会难做呢 华金科 强攻掌停板 看的人 永远在想说 下一个机会在哪里 可是往往失去机会 看的人 跟做的人 最大的差别是 你不做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做了你就有机会 怎么做 168标股班 跟着做 你不用太烦恼 因为你一定负担得起 因为丁老师 很久没有给我的观众 这么大的优惠了 一起标到年底 有的时候 注意啊 一根掌停 没什么了不起的 说不定一根 两根 三根掌停板的 都会出现在下礼拜一 祝大家操耗顺利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